好 那么4月2号台铁太鲁格408车次出轨意外造成50人丧身 超过百人轻重伤 那么是台铁近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事故 而当中有8名罹难者是涉及在台东县的县民 那么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悲剧 台东基层民众被欺下一代处境可怜 那么也盼望能够有安全 安心的大众交通运输系统得以平安回家 因为我们的年纪大 是可怜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比较可怜 这不改进的话真的会很惨 眼眶万红 雨带哽咽 台东基层民众到处最沉痛的心声 也为身处之中的下一代感到悲泣 4月2号台铁太鲁格号408车次从树林发车 载着大批花东旅客南下返乡 在行经花莲大清水隧道时 遭滑落的工程车撞击发生出轨意外 造成多节车厢扭曲变形 酿成50网 200人轻重伤 这当中有8名罹难者是涉及于台东县的县民 惨重伤亡迫使台东人再度发生 希望政府能够给台东人安全安心搭乘的 大众交通运输系统 让平安回家不再是空口白话 交通上你说大众运输工具就是飞机的班次真的也是很少 然后火车班次也是很少 才会造成这种一票难求的情况 不敢谁做哪一个党做 就是要把所有的百姓能够好过 生意好做 生活安居乐月这样子 不敢谁做都一样 台东人要回家搭飞机航班少票价贵 他火车云量不足往往都是一票难求 眼看交通改革迫在眉睫 且不只是铁路 跨东人也要有安全回家的公路 省私台铁太陆阁号事故 政府真的不能再拖了 记者大会台东市报道